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美股本周表现强势 科技股几乎一路上冲了 美中关系恶化 疫情又尚未控制住 在此情况之下 投资该如何投盘 今天节目当中 访问到的是圣安集团 首席执行官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与点评 而以下是稍早 我们所做的电话专访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 邀请到圣安集团的 首席执行官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本周美股的走势与表现 秋莹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请秋莹为我们分析一下 本周美股的最新进展与表现 那最近呢 美股的走势和几个因素 是高度相关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熟知的中美关系 第二个呢 是疫苗的这个突破性的进展 那第三呢 就是大型企业的财报表现 那中美关系作为一个大的背景 一直影响着大盘的走势 特朗普和蓬佩奥发表了一些 不友好的言论之后 市场情绪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从而出现下跌 那这个情况呢 也一直会伴随大盘 到大选结束 在这三到四个月之间呢 也会成为美股市场的一个 主要的旋律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主要的大型的 这个疫苗研发的企业 那他们呢 在出现一些重大利好 和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呢 这个会拉动整体大盘的上涨 比如说七月份出现 像辉瑞还有莫德纳 这几家这个公司呢 在疫苗研发方面呢 有重大的进展 之后的几天呢 也都推动了整体大盘的上涨 而且呢 也这个给了投资人 很强劲的信心 告诉大家 那关于美国这个经济的复苏 以及很多其他板块的恢复呢 都是比较有这个利好 和鼓舞的作用的 第三点呢 就是大型的企业 尤其是在指数当中 占比比较重的 这个成分股的财报的表现 对于整体大盘和指数的表现呢 也是有很强的影响 那比如说上周四出现的 这个谷歌亚马逊 苹果以及Facebook 这四家大型的企业呢 同时发布财报 而且基本上都超出了市场预期 所以呢 周四盘后 以及周五开盘 大盘的走势都非常的强劲 那甚至呢 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了 本周的周一 是的 另外科技股呢 最近公布了利好的财报 表现相当的强势啊 您对于科技股的后市看法如何 那么如果已经有持有的投资人 可以续报吗 科技板块呢 目前内容是比较多的 我们今天呢 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 首先我想结合一下 上周 就是关于四家科技公司 接受国会的反垄断的听证会 来讲一下关于大型公司 可能受到打压的一个风险 那很明显 政府现在对于亚马逊 Facebook等公司 这个过高的市场份额 和过强的影响力 都表示非常的担忧 那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巨头的进一步的发展 甚至是对市场的垄断 而且呢 这个情况也不仅仅出现在美国 欧洲在近几年来 也一直非常在意这些 大型公司的收购并购的行为 那努力的阻止他们变得过于强大 所以这也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一个风险 但是在政府压制的同时呢 也会促进更激烈的竞争 那举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讨论非常热烈的微软 要收购TikTok的这个事情 很多人问为什么是微软 那这背后呢 也有一些关乎到竞争格局的逻辑 和TikTok最对口的呢 应该是Facebook和谷歌旗下的YouTube 但是这两家公司 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没有处理完 比如说Facebook当年收购 WhatsApp和Instagram这件事情 那现在呢 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呢 还是会不断的提出疑问和质疑 所以这两家公司 自然就不能成为TikTok的这个买家了 但是呢 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我认为这也是未来的 三到五年很大的一个赛道 就是视频分享和直播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从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来看呢 那这个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而且呢 在这个中国已经发展的不错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已经看到 这个TikTok已经是锋芒毕露 虽然呢 收购这件事情还没有被敲定 被落实 可是它现在市场的估值 已经达到了数百亿美元 已经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那相信之后 在美国欧洲 以及全球各地的市场呢 都会相继的出现很多的玩家 来分享这块蛋糕 那还有一些相对较小的公司 比如说Snapchat 以及其他新兴的企业呢 都会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 来分享这一块非常巨大的蛋糕 所以呢 从长期的这个投资策略 以及投资方向来讲 直播和视频 这个赛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是的 那么在疫情尚未控制之下 这个美股呢 是持续的攀高 似乎风险也已经高了 那在此时 投资人应该如何做封控 现阶段还有没有反映出来的 一些投资机会吗 是的 现在呢 很多人都开始关注 避险投资 我认为避险也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作为这个价值投资 以及长期的投资人呢 多个方向去配置自己的资产 是长期需要做的一个功课和策略 关于投资机会呢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出现 比如说线上支付 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话题 那我们非常关注的蚂蚁金服 在过去的这个五到十年的发展当中呢 已经是有重大的突破 而且呢 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千亿美元的这个估值 相信很快呢 就会在这个A股 港股去这个完成它的上市 但是呢 回过头来看 现在欧美 这块市场还是相对落后的 我们已经呢 发现很多的公司开始向这一块发力 但是做的这个情况呢 并没有像蚂蚁这么成熟 那这也是未来的几年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 那可以看到 像这个线上支付发力的话 有几个入口 一个呢 也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线上的这个购物 电商的这个入口 比如说南美的电商 东南亚的电商 都已经相继开展了线上支付的业务 而且呢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当中 相信他们线上支付会拓展的越来越大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们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在这个线上购物和线下购物的时候 出现在身边的一些电子支付的公司和产品 那谁能率先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就越有利于他未来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邱英表示美股近期的波动 主要是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 包括了美中关系 疫苗发展 以及企业财报 科技股虽然持续走强 但是科技巨头们被政府打压 仍然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发展 产生风险 另外呢 现阶段投资商机方面 邱英也举例啊 例如现在可能被收购的Titalk 以及将在滬港上市的蚂蚁金服 都显示短视频与线上支付 市场潜力 这两方面呢 欧美的发展就比较落后 投资人可以观察身边的发展情况 选择表现领先的公司与个股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 节目内容 提供观众朋友做个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统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